这扶权啊 也是咬牙瞪眼的 跟着皇上弟弟 一个劲的保证 那胸脯子拍的当当的 他跟着康熙皇帝说呀 兄弟 叫给个个我 你就放心吧 咱们借此谁跟谁呀 亲个俩呀 这肉烂的 好歹是在过里呀 看古记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在上一文书 聊了聊着 康熙皇帝的所有兄弟们 也就是说呀 把这个顺治皇帝的 所有儿子们 都挨班的交代了一下 康熙皇帝 能够活到成人的兄弟 并不多 并且呢 这老皇上啊 他是个伟大的君主 所以说呀 他的光芒啊 就压住了不少兄弟们的功绩 在史书当中 自然就对这些兄弟们 记载的并不多 但是有一个人的格式例外 这个人是谁呀 这位呀 就是康熙皇帝的二哥 大将军 玉亲王 爱勋绝罗的扶权 哎 这会儿您猜对了 今儿啊 咱们就要聊聊这位王爷 这玉亲王扶权啊 排起来呀 是这顺治他们家老二 康熙皇帝呢 是顺治的三儿子 在顺治十年的头上啊 这玉亲王就出生在紫禁城当中 到了转过年来呀 这紫禁城那是大放强锐 这康熙大帝也将生了 这哥儿俩呀 就差了一岁 一个排行老二 一个排行老三 哥天津话说呀 这叫边儿大 哥北京话说 这叫挨尖 所以说呢 我想这两个人呀 自幼年开始 感情就是非常深厚的 这话说呀 有这么一天 赶上这上书房啊 没课 这福泉呢 领着俩兄弟呀 就在这紫禁城里瞎溜达 那一年啊 这福泉八岁 领着呀 比自个儿小一岁的弟弟玄夜 后边跟着一个更小的兄弟 五岁的长陵 这溜达溜达呀 可就到了乾清宫了 看自个儿的阿玛呀 正在这个暖阁当中办公 这小哥儿仨呀 就排着哥儿的进去了 先给父亲请了安之后啊 就围到了父亲身边 这顺治皇帝呀 一看自个儿的 三儿子进来呀 也是很高兴 摸摸这个 喜欢喜欢那个 您瞧这皇上家呀 他也有父慈子孝的时候 这聊着聊着呀 老皇上就问了 说以后你们都想干点什么呀 这长陵啊 他岁数小 刚五岁呀 他抬起头来跟爸爸说 我我要七好七的 这八岁的福泉说呀 我想啊 做一个贤德的王爷 他的原话是说呀 愿为贤王 这皇上一看 这七岁的玄业他不言语 他就问啊 说老三 那你以后想干点什么呀 这玄业呀 一手就把爸爸桌子上的笔抄起来了 在手里颠了颠 又看了看父皇 说我就想啊 做父皇一样的人 虽然每天啊 办公事很累 但是我知道 这爸爸一天到晚干的全为的是黎民苍生 我跟您聊这个只是传的很广的一段宫廷故事 您可别误会了 康熙皇帝被选定为接班人呢 可不是就因为这么一句话那么简单 要说这个成年以后的福全故事啊 咱们得啊 聊点影子了 您放心啊 不是废话 保证您听得过瘾 要没有这点影子呀 咱们勾不出以后福全故事的精彩 从哪开始说呀 咱们呀 得从康熙二十年开始说起 就在康熙二十年的十月 在昆明 有这么个人啊 拔出自己的配刀 抹了脖子 自杀了 这人是谁呀 这个人呢 就是吴士藩 怎么着 您没听说过这人是谁呀 哎 我跟你说呀 这人的爹呀 叫吴应雄 哎 有印象了吧 他妈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贱名公主 他的爷呀 自然就是那个反贼 大汉奸 吴三桂 这吴士藩一死啊 标志着大清国对评判三藩之乱 绝对的胜利 康熙二十二年的八月十三 有一位叫狮郎的将军 率领着清帝国的水师 登上了台湾岛 收复了已然脱离祖国六十年的台湾 在这之后的康熙二十八年七月 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因为皇帝不通晓国际局势 和谈判大臣的无能 所以这大清国呀 在尼布楚条约上啊 吃亏不小 以后啊 咱们会挨着班的 把清帝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 讲上一遍 其实在这呢 这尼布楚条约呀 咱们就不展开了讲了 总之啊 跟头把实的 这中俄关系呀 算是稳定了 咱们跟这罗刹人呢 这一时半会儿的呀 算是打不起来了 这时候 康熙皇帝的主要经历呀 就盯到了 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仇人身上 谁呀 这个人就是 嘎尔丹 这嘎尔丹的故事啊 今天咱也没有时间细聊 总之您记住了吧 这孙子坏透了 为什么说他压坏透了 他的坏呀 到今天对咱们都有影响 没错 所有中国人 在当年就是这孙子勾结这罗刹国的老毛子 侵占了咱们贝加尔湖一东大片的领土 您想 贝加尔湖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 那个淡水湖 如果现在还是本国领土 那政府还费什么大劲 要南水北调 西部大开发呀 一根皮管子 就能顺着流啊 把水引下来 卡着中国北方经济命脉的水患呢 一下子就解决了 那整个中国西北部 不用大开发 他也是鱼米之乡 嘎尔丹呢 是准嘎尔布的大汗 他们原来的牧场在哪啊 在天山南北河套一带 可是这孙子呀 他本身就是混蛋披子 在哪啊 也是不得人心 让侄子们就给从那块土地上轰出来了 于是啊 他带着人马 成了草原上的游异之狼 没家了 他更是肆无忌惮了 整天这就以这个抢劫 掠夺过日子 不但这个大清国恨透了他了 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啊 也是深受击扰 这康熙皇帝在平定三分 收复台湾和老毛子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孙子没少给朝廷找麻烦 他为什么这么横啊 因为他背后啊 有这罗刹国老毛子给他暗中支持 说白了 这呀就是俄国人在大清国扶持着一波反政府的武装力量 就在康熙29年 康熙皇帝总算腾出手来了 咬着牙说孙贼 这回啊 我呀非活住了你戈尔丹 就在武门广场活寡了你 于是经过精心昭迷的计划 康熙皇帝在关内调动了十万八旗大军 其中一路由亲命福燕大将军福泉率领出古北口 这另外一路啊 由这个亲命安北大将军康熙皇帝的武帝长陵率领出喜风口 不但如此啊 这康熙皇帝还在大军的最后亲自督寨律驾亲征 为了保险起见啊 这康熙皇帝还刷了两刀圣旨 一刀是让圣经和乌拉的巴西驻防军同入草原驻站 还有一刀圣旨啊 是发给这个克尔庆各部的蒙古王爷的 让这些王爷呀派部队也要支援大军 那有人说你说这么热闹 这草原的他地儿大了 这戈尔丹本身就是一头游郎 没有个准地方 你上哪逮他去呀 哎 要不然怎么说这康熙皇帝他做了周密的计划呢 这会儿的戈尔丹呢 已然被康熙皇帝啊 骗到了克尔钦草原乌兰部桶附近 康熙皇帝给戈尔丹写信 说你看你这样下去 他也不是事啊 居无定所 整天呀在草原上打游击 肆虐的袭扰牧民伤队 不光啊是朕的大清国 草原上啊也没人待见你 土天之下是为王土 你看这草原上出了事 都是朕的子民 朕也不能不管 可是呢朕公我呀 敬你是条汉子 这样 咱们一同啊去乌兰部桶 到那呢咱们会个盟 商量商量 以后这草原的事啊 怎么来处理比较好 也给你啊 找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地 就这样啊 咱们商量出好结果 双方霸占 这他不是一举两得吗 格尔丹呢 他老奸巨华 他比这康熙皇帝 大十多岁呢 他一眼啊 就看出这封信 他其中有诈 可是这格尔丹是谁呀 手下有好几万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 又有这沙皇俄国给他提供的火炮 他一想啊 那不如我就真去这克尔信草原走一番 我早就听说呀 那块地方水草丰美 是块不错的草场 你不这么说了吗 我还就真瞧瞧进 谈得了啊 咱们就谈 谈不了啊 我就抢啊 这格尔丹呢 到了克尔信草原一看呢 傻眼了 怎么了 他没见过这么复数的草原 在这块草场上啊 分布着清朝皇室 以及克尔信诸部王爷们的好几十个牧场 广生数就有几十万头 格尔丹到实地一看呢 他咧着乖乖 乐乐 他说呀 不走了 说什么我也不走了 这块地方啊 他归我了 可是这会儿 康熙皇帝的大军怎么样 哎呀 这康熙皇帝 他病了 刚出谷北口 行之不远 还没到沙湖林呢 这康熙皇帝啊 就病倒了 有人就劝着康熙皇帝 说呀 要不然咱们这回就算了 在病榻上的康熙皇帝说呀 不行 其一呢 大军调动一次不易啊 多少钱粮 已经前期搭进去了 要是这样 就无功而返 这大清国的钱 就白搭进去了 朝廷的钱 他也不是大风 呜呜呜呜挂来的呀 其二呢 把这戈尔丹呢 骗得乌兰不捅啊 实属不易 这一旦戈尔丹听到动静 他呀 肯定会跑 他这要是一跑啊 你下回上哪逮他去呀 于是啊 这康熙皇帝 决定啊 不行 还得继续征伐戈尔丹 自己呀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 他不能亲征了 就把这所有的兵权啊 都托付到了 二哥福泉身上 这福泉啊 也是咬牙瞪眼的 跟这皇上弟弟 一个劲的保证 那胸脯子拍的当当的 他跟这康熙皇帝说呀 兄弟 叫给个个我 你就放心吧 咱们戒死谁跟谁呀 亲个俩呀 这肉烂的 好歹是在过里呀 康熙皇帝听了他的话呀 算是多少放点心 但是啊 还是得跟二哥紧的托付 一个一坐到地下说 得 二哥 您受累 康熙皇帝挨着回京的故事啊 咱们在九子夺迪那番当中啊 讲过 太子应仁和成君王印旨 来到这个军前 接爸爸回京 这康熙皇帝见着儿子呀 不但并没见好 还生了一肚子气 您还记得 是谁 把这皇上给气了吗 您有兴趣呀 您分过头再看看去 咱们呀 按下康熙皇帝 这头布表 单说着亲命 服役大将军 福泉 福泉率领大军呢 没几天的功夫 就到了科尔沁草原了 也没那么寸 没费都拿进 就在八月初 在乌兰布桐 与蒙古骑兵 就开了战了 要说呀 这嘎尔丹 可是比这福泉的大军 早到了一步 7月27号 他就来到了这片草场 于是啊 他就挑了一个 有力的地形 扎营了 哪啊 就是乌兰布桐山 他借着这山势啊 有力的地形 就打了一道驼营 这什么叫驼营啊 这驼营啊 就是把骆驼 前后腿系上 让他围成一圈的卧形 然后再把资助木箱 捆在驼架子上 再用这泡过水的毡子呀 把这个骆驼连同木箱一盖 这首先说呀 这骆驼被捆成了前后腿 他站不起来 再让这毡子挡住了双眼 看不见战火呀 他也不算害怕 所以这样 就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围墙 这就叫做驼城 这蒙古骑兵啊 在驼城里边 开弓放箭 发射火器 一下子就把这八骑兵啊 给打得喘不上气来了 这豫亲王扶权啊 也只有指挥着大军攻城 哪那么容易啊 这大战啊 从这早晨一直打到了深夜 那可真是一场天昏地暗的恶仗啊 这一天啊 就是康熙29年的8月初二 在大战当中啊 双方是各有死伤 康熙皇帝的亲舅舅 有同国纲就在这场大战当中 阵亡了 这大战呢 一直打到刺热凌晨 这清军才在驼城上 撕开了一道口子 杀将进去 戈尔丹也不示弱 带领着残部 归缩在了乌兰 不捅山的山头 誓死抵抗啊 这扶权一看啊 成了 围住了他 别让他跑了 咱们呀 先喘口气 并且呀 还趁着这会儿功夫 给皇上写了一封 暴劫的信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 正在回京的路上 还没走多远呢 收到这封信之后啊 是既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啊 总算把这戈尔丹 给困住了 他担心的是啊 二哥你这回子 写的什么捷报啊 一口作气 你把山头攻下来 拿住戈尔丹 或者干脆 在乱军当中 就取了他的狗命 不就完了吗 这围城不攻 让他跑了 可怎么办呀 于是康熙 就连忙给扶权回信 说一定要全监戈尔丹部 灭其族类 不留一人 可是啊 这天哪 不随人愿 这康熙皇帝的命令啊 还没到达前线 哎 这前线呢 就出事了 戈尔丹 就派隋英的喇嘛 到这清军大营当中 找到了扶权 跟着御亲王说呀 如果我们这大汗呢 能投降 愿意啊 这个下马受绑 让您啊 绑到京城去赴罪 这会儿啊 您就先别攻山头了 让我们的骑兵啊 修整修整 整队下山 好受降 这明摆着 就是缓兵之计呀 可是福泉啊 不知道这回子 是朱油蒙的心呢 还是他妈吃屎 迷了眼 哎 他竟然同意了 不但同意了 他还用书面的形式 写了一道 停火的军令啊 颁发各营 等待戈尔丹投降 这戈尔丹在山上啊 一看不打了 好嘞 脚底抹油 趁着夜色呀 这孙子他溜了 等到了天光大亮啊 这福泉再一看 这乌兰不捅山上啊 没人了 并且呀 这戈尔丹很容易 就搞到了一张福泉 发往各营的首令 当他跑到 克什克腾旗 西沙窝子的时候 可把他吓坏了 迎面呀 来了一队清兵 这正是 从圣经赶来的 八级驻防兵 还有一部分啊 是克什克腾的 蒙古旗兵 戈尔丹的联盟 就拿出了 福泉这道首令 给对面的 清军将领看 这清军将领一看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是大帅福泉的首令啊 军令如山 只好放行 就这样啊 草原狼戈尔丹 才一口气 跑到了外蒙 得以活命 当康熙皇帝 收到战报之后啊 是气得福帝痛哭 连声说呀 这戈尔丹一去 恐难俘获一样 回京之后 就是给这亲命 服远大将军 福泉 议罪 哎 可是你再怎么一罪 这仗 已然是打输了 并且呀 那是自己的亲哥哥 又能怎么办呢 雷声大 鱼点小的 处理了福泉一番呢 也只好作罢 不过从此 不论是朝市 还是军事上 福泉 是再也没得到过 康熙皇帝的重用 这老玉亲王 福泉啊 在晚年的时候 也想啊 在政治上啊 给着自己个儿啊 滑了滑了 积累积累 于是啊 他就向康熙皇帝 宝举了八个印刺 他和这康熙皇帝说呀 八个心性好 不误金夸 聪明能干 品行端正 一为储君 咱们在九子夺迪那会儿 不是说了吗 这八个呀 本来就不招康熙皇帝待见 所以福泉这话呀 这老皇上纯属是 笼子宰猪 没听的哼哼 可是啊 不管怎么说 必定是亲兄弟 福泉和玄业 这兄弟二人的感情 还是相当深厚的 康熙四十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 玉亲王福泉 在五十一岁的头上啊 轰式了 皇上给了个美式 为献 全身啊 叫玉献亲王福泉 哎 就葬在现在 济献黄花山脚下的 石头营子村 我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今天呀 这玉亲王福泉的故事啊 我就给您讲到这儿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拜拜